淡水区北新里有爱心人士以及企业公庙 总共捐出了15万元还有白米13包 要给里内低收入户以及有生活困难的居民 希望让他们过一个好年 农历新年将至不少人都会准备开始过年 但是对于许多低收入户或者是生活上有经济困难 行动不方便的居民要过一个好年也是相当不容易 因此在淡水区北新里内有许多的爱心人士 以及企业公庙总共捐出了15万多元 还有白米要给北新里内的低收入户 还有有生活困难的居民 希望借此可以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今年我们里民总共捐赠了14万 那还有去年3万块结语 那我们今年可用的额度总共有17万 那今年是我们有统一请他们到 一个到集中一个地点来领这个慰问金 那其他行动不方便的啦 像这种的我们就是就送到他家去 里长说这一次相当感谢里内的居民 还有企业以及公庙 有的出钱有的捐出大量的白米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北新里当中的低收入户 而里长日前也亲自将这些善心人需的捐款 在区公署的协助之下发给里内共有十多户的受赠居民 而对于行动不方便的居民来说 里长更亲自将红包送到家 那今年我们那个里面有捐赠的现金15万14万之外 那还有一个王先生他也捐了12包的那个白米 还有12份的点心 那来一起来共同为这些比较中低收入户 来给他们一点过年的温馨 送给他们一点那个温暖 里长不仅是通知低收入户来领取红包 每一户依照区公所低收入户的级别 可以领到数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红包 更将这些善心送到独居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民众家中给予关心 希望借由里内的善心人士 帮助到生活周围的弱势族群 一同开心过年 记者许多安一代学采访报道